青椒炒肉丝 这道菜是闽菜中的特色菜 美食家对这道菜的评价是很好的 这道菜在很多酒楼都是必备的菜肴 选料有青椒400克 瘦猪肉300克 味精3克 精盐2克 湿淀粉10克 鸡蛋青 烧酒10克 芝麻油10克 白糖5克 先将瘦猪肉切成6厘米长的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1厘米宽的丝 青椒切成丝 烧酒100克 烧酒100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鸡蛋清加干淀粉制成蛋清糊 倒入肉丝内拌均匀 音楽 取一只小碗加入高汤 味精 精盐 白糖和湿淀粉 制成调味汁 锅中放油 先将青椒肉丝过油 然后捞起 锅中留底油 倒入调味汁 再倒入肉丝和青椒丝 翻炒几下就可以起锅中盘 这道菜的关键是选料要精 热锅冷却后滑油 它的特点是 肉丝切得均匀 质地滑嫩 鲜美可口 质地滑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